上师您好 我是想 就是在修心的过程当中 会经常碰到自己 就是这种习气 会看到自己的习气 当看到自己习气的时候 就是会感觉到很泄气 然后对这种修行 就是增加了一种压力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种修行过程中 面对看到自己习气 然后感到泄气的这种时候 应该怎么做 一个学生 他要读完他的学业的过程当中 也会经常遇到不愿意读书的事情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在做完他的成功的路的时候 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坎坷 同样的 我们修行的道路当中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应该是艰难的 不仅仅是我们甚至一些 刚才我讲了 像一些丁国钦慈仁波切那样的人 他也是经过十多年的 不断地反反复复下功夫 每天都是要利用特别长的时间去修行 这些都是一种自然规律 当我们要追求一个最高的成就的话 路是都要走的 但是你最好认识自己有些不好的时候 认识是一个好的 但其中不能舍弃 如果没有舍弃 一直坚持走下去的话 即使你修行过程当中经常可能恨自己 或者觉得讨厌自己 但是这个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修行 任何一个求知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长期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要不断地去努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也要创造一些各方面不间断的因缘 这样之后到一定的时候自己也自然而然 别人让你不要修的话 你也会愿意修 愿意去走下去的 这次到一定的时候路很顺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最关键的